TVB55周年再創經典 找了著名音樂人 爆彼達監製一首全新的TVB台歌 攜手創無限 象徵TVB不斷求變 勇於創新的歷程 既在盛世時刻 全台過百藝園錄音 隔上聲夢傳奇的學員 傾巢而出天聲 合力打造這首世紀金曲 學TVB生日 這日賢明熙 胡定欣 林夏薇 JW王浩宜 張希文 羅子逸 陳豪 袁偉豪 朱敏漢 張震朗 朱神麗 周家樂 王亭峰 王志賢 分別為歌曲錄音 首次和爆老師合作的Gigi 一點都不緊張 還分享她的錄音小秘訣 別說錄音 唱歌我都會做的 就是之前李先生教導 就是吃飯 因為我試過之前聲夢比賽的時候 為了減肥 那我就沒有吃飯幾天 那我就已經非常之沒有力氣去做任何事 然後我的老師都教導說 吃飯真的很重要的 老師都試過沒有吃飯 之後呢 噢 我想起了 應該就是因為這個問題 而令到我沒有那些好像煩氣的幫助我 就好像是力不從心的感覺 那這首歌其實聽說都是Archie有份填詞 其實你唱的時候會不會都有特別大的感覺 我覺得她和你這麼朋友 比較有親切感 因為始終大家都有一段日子是認識的 所以有一點點親切感 不過我覺得她填的詞都很厲害 她這次和楊希老師填詞 所以厲害 事後林夏薇在劇集《殺科》第二天就要錄音 雖然聲線狀態一般 但她和定欣都很慶幸 可以為台慶出一分力 聲音有點沙 但是都OK了 她先聽聽她唱 我唱一個Demo給你看 沒有那麼大壓力 我覺得這次其實 首先我們是很開心 因為真的全公司總動員 因為我想過往在公司這麼多年都沒有試過 我覺得這次很開心 可以和微微一起錄這首歌 大家互相支持 而且我們沒有試過 大家錄音的時候 對方是在前面 我剛才跟她說 我說我坐在這裡會不會影響你的發揮 要不要我離開 Mo和王自然多年來都有現身台興 要錄歌賀公司生日都是第一次 其實我覺得她的構思是挺新鮮 我自己就挺喜歡 其實大家一起去做些事情 讓觀眾開心一下 再加上整個節目看出來 都會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其他詞線鬚我有六個音笛 台慶好像真的是第一次 好像是第一次 好像第一次 特意為了台慶作一首歌出來 大家就一起錄一首歌 好像是第一次 有份參加很開心 就是一起 我覺得眾志成城 整個台人很團結 張希文和羅子逸 這個醫療劇集組合 罵著現身 不過這次就不是拍劇 而是要唱歌 令到Kelly大壓力 完全沒有練過 但我有聽 我一直在車上 一開班就在聽 子逸 其實你在家裡 最近好像都是放假的 是的 授仔工 會不會相對多了一些時間 可以練歌 撐一下 撐一下 唱一下 譬如唱一下KK 開一下聲 我剛才聽到女兒聽著你 不斷唱 跟著都會哼 最重要的一句 Happy birthday DBB 過往在螢幕 看到珠珠都是跳舞多 但原來她一直都有個歌手夢 雖然我是學跳舞 但其實我想先學音樂 但媽媽就讓我選擇跳舞 跳舞 跳完舞之後 我就想有沒有機會可以做明星 那個明星不是說做其他 而是歌星 但不知道為何不打不撞 算了香港小姐出來 我也希望可以遲些有機會 JW 朱敏漢 和周家樂 這個彼子電下組合 輪場歌 一定是JW最擅長 在他們之中 絕對是前輩 那又不是 不過純粹我覺得 聽的時候 好像一些Disney的主題曲 我想如果我一會去錄 我就會用這個方向去錄 我去錄